Hello 大家好,今次要和大家開箱的就是龍珠色紙第十二彈 外盒正面的就引了龍珠展示的合照 左右兩面也引了今次會出的色紙 後面純粹是條碼,沒什麼看的 今次這一彈的龍珠色紙有16款 一盒只有十張,要儲存一套一樣要買兩盒 我早已買了兩盒 事不宜遲,我們馬上開箱 今次這一套色紙有三個封面 首先第一封面就是甲比達 甲比達也寫了紅邊閃的色紙 後面背面也寫了16款色紙的名字 第二封面就是龍珠展示的合照 封面也寫了,今次還會收錄歌的名字 第三封面就是超藍的孫悟空 封面就是寫了有劇畫風的色紙 現在正式開始 開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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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當中最喜歡的就是這兩張大合照 現在就馬上來打開第二箱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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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alivo esperizo���o 我剛門禁一套 不用存款龍珠式紙 Tower of inspiration 純粹被龍珠戰士音樂啸動 鳳雅如龍珠練習 龍珠的色紙也很有特色 今次這一套印了五個紅金線邊的色紙 亦有五張打橫,印了主題曲名字的色紙 我覺得這一套也頗特別,頗有意義,所以我個人也頗值得入手 今次的開箱分享就到此為止,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 下次再見,拜拜